这女人是个虎逼 看见石头留下黄色液体便伸手去摸 还兴奋的喊男友来一起研究 不料她二话不说 站了点就放进嘴里品尝 结果味道静好的出奇 于是两人顺着液体爬到一处洞口 进来后才发现里面别有洞天 等走到山洞最深处 眼前突然出现一面巨大的风潮 二人被震惊的哭腰呆住了 赶紧转身便走 准备找百八十个瓶子来装蜂蜜 殊不知危险正悄然逼近 忽然远处传来巨大的响声 吓得二人赶紧进洞躲避 只见一只比牛还大的蜜蜂飞到洞口 两人顿时慌的一批 眼看对方就要钻进来 他们赶紧起身往洞内跑去 然而风哥显然不是吃素的 危急关头二人回到最深处 突然男人灵机一动 拉起女友躲进风潮之中 然而风哥依旧步步紧逼 很快发现躲在里面的两人 他不停扇动翅膀探头去扣 可男人挥舞着木棒拼命反击 见一时半会吃不上两个菜 风哥干脆吐出风烂 围着风潮一圈圈将其堵住 而他们只能眼睁睁 看着自己被困在这里毫无办法 当风潮被完全封死 越来越多的蜜蜂赶来吃喜 为了能够尽快逃离这里 他们收集了大量枯枝堆在巢边 接着用火柴将其引燃 随着火势越来越大 里面的浓烟让两人快要窒息 一男一女被牛一样大的蜜蜂困在巢穴 于是用火柴点燃枯枝 很快火焰融化风辣 趁蜜蜂们不注意 他们从蜂巢后面逃了出来 与此同时岛上几人正寻找伙伴 突然脚下大地剧烈摇晃 直接将二人掀翻在地 他们惊恐地发现 竟是只比卡车还大的螃蟹 两人吓得把腿就跑 其中一人不小心摔倒 被赶来的螃蟹用钳子夹到了半空 另一人连忙过来帮忙 可惜螃蟹穿的是三级甲 普通长矛根本扎不透 几次正面硬钢依旧毫无卵用 还差点把自己搭进去 此时众人纹身赶来 拿起长矛与对方缠斗在一起 趁着同伴吸引对方注意 一人用绳子偷摸捆住蟹腿 接着使劲往后拉 可与如此巨物较量力气 几人终究还是差了点 没多久便败下阵来 眼看同伴即将被拖入大海 他们决定置取 一人拉紧绳子限制对方行动 其余几人使出吃奶的力气 猛地将螃蟹掀了个八角朝天 成功救出被困之人 看着无法动弹的海鲜 两人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把他推进旁边200度的温泉 没多久诱人的香气就飘了出来 流落荒岛的几人 终于吃上了一顿美味大餐 第二天他们找到一座火火山 还有一大群山羊 正寻思做炖烤全羊来吃 却突然发现远处飘来一艘小船 虽然小船碎了无法使用 但救下的两名妹子却完好无损 有了女人的加入 男人们干活也更殆尽了 他们开始探索整座小岛 发现这里很多东西都无比巨大 就连普通的昆昆 都长得比大象还大 眼看妹子遭遇攻击 男人奋不顾身与其搏斗 他拿着匕首疯狂哭吃 终于将巨昆送去西北 晚上几人围着烤昆吃得津津有味 而女人也对救自己的男人心生爱慕 不料他们首次约会就差点命丧风口 好不容易逃出风潮的二人 又来到另一处山洞 眼前竟出现一艘霸气侧落的潜艇 二人在洞穴里发现一艘潜艇 这里空无一人 船舱内的装潢相当豪华 想到或许可以利用这艘船离开小岛 他们赶紧回去告诉队友 殊不知一群海盗架船来袭 几人刚躲进洞里 就被对方用大炮狂轰乱炸 眼看山洞就要塌方 船底突然发生爆炸 船员纷纷跌入海中 海盗船也瞬间沉没 蒙逼的众人一脸蒙逼 这是一个奇怪的人走出海底 经过交流得知 此人正是岛屿的主人 潜艇也是他的 但由于故障无法启动 原本他一直在暗中观察几人 可还有三天火山就要爆发 到时候小岛将不复存在 所以他这才现身 希望集合大家的力量离开这里 原来他生活岛屿二十年 一直在研究动植物 为了让人类不愁吃喝 岛上巨大的蜜蜂螃蟹和昆昆 都是他的科研成果 只要把这些成果带回去 一定可以造福全人类 现在关键的问题 是将炸掉的海盗船重新浮出水面 于是决定使用气球打捞船只 几人将所需工具放在竹筏上 再滑到海盗船上方 其余几人身穿海螺制作的潜水服 靠近轮船 不料途中竟被一只巨大的章鱼袭击 危急时刻一人拿出岛主制造的电磁枪 哭尸一道动感光波击退了对方 等一切就绪后他们回到竹筏 岛主开动机器向气球内冲起 很快海盗船浮出海面 但此时火山已经开始喷发 无数碎石掉进山洞砸向潜艇 岛主不幸领了河饭 连同他的科研城果葬深大海 众人无奈地看着这一切 默默哀悼岛主的离世 看完这部影片 我明白一个道理 吃螃蟹还是大哥的香